中文董事长赵尚康跟国民党前副主席郝龙斌在昨天浩周 这是战斗篮来做一个集结 那国民党总统参选员侯友宜前高雄市长韩国瑜也现身了 在上台大合照前呢 侯友宜跟韩国瑜两个人互动非常的热络 频频的摇耳朵 互相扶着腰上台 还在台上战斗篮看板后面低声谈话 大约30秒的时间 引发外界的高度关注 那侯友宜今天就说当时跟韩国瑜说 就开始浮旋要麻烦你咯 那韩国瑜回答说没有问题兄弟一定停了 那侯友宜也强调真的没有聊什么 因为就只有30秒 拿够啊 好 播这回呢蓝白河首次会要全程录影咯 到底能不能够和怎么谈 要怎么派出谁来谈 我们一起来看看 10月14号马上就要来了 那其实呢在蓝营呢 派出的是侯万骑行长金普村 还有国民党副秘书长黄建廷 一个象征的是这个侯友宜竞选办公室的一个团队 另外一个象征呢就是国民党的这个党部的部分 那他们有提出五点建议哦 包含什么都谈 而且不设限制 而且不限前提 也可以来个政策辩论 然后或是民调等等都可以谈 那其实呢另外一头民众党的部分呢 派出的是科办总干事黄珊珊 还有竞选办公室住院的周虞修 这两个人呢 其实要代表是民众党来跟国民党来做一个谈 事前的幕僚先度 等于说是会前会的概念 那坚守他们说坚守三大主张 包含希望能够公开透明 包含还有公共辩论 以及希望能够采用公平的一个民调 那当然大家也在误问了 这个韩国瑜是不是有可能当国民党的副主席呢 他的两个盘算也不公了 其实现在呢 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了 他就说 他有问韩国瑜愿不愿意当 国民党的副主席啦 那目前韩国瑜的态度是要考量考量 之后再做决定 所以他没有说不要也没说要哦 他只强调自己是无语则更 主要是因为担心身负党职的话 会被解读是寿命而来 有私人的算计 而没有办法施展拳脚 所以他必须经过再三的思考 这一两天就会向党主席朱立伦来做一个报告 不过朱立伦他爆出说是韩国瑜向他主动提起的 为什么他这么说呢 他说有一些朋友像韩国瑜来建议说 副主席职务最少是从这个 八月开始来做一个讨论 韩国瑜说自己跟柯文哲因为交情好 所以能够协助促成蓝白合作 只是如果没有党职在身 恐怕没有办法让民众党方面来做一个幸福哦 这是朱立伦说的 意思是说 是韩国瑜自己主动提起来说 他跟柯文哲很好 但是因为他没有党职在身 所以没有办法让民众党方面幸福哦 那当然呢 这个我们党中常委呢 这个尤家富他就说了 他的爆料朱立伦其实暗藏一周 什么周呢 他认为朱立伦应应切切希望韩国瑜能够接受党职 其实他认为也不是真心想要倚重韩国瑜 反而是在防范韩国瑜做大 甚至是防范他挑战党主席的大位 好无论如何呢 媒体现在也曝光了希望韩国瑜担任侯科之间桥梁 是借由韩国瑜的政治的实力 希望能够挽回现在基层深蓝的一个信心 但是呢 我们就来看看是这回蓝白和 现在大家都在看 都在谈 都在等 希望能够 尤其是泛蓝 这个非绿的民众都非常希望蓝白能够和一和 但是呢 那我们就来看看另外一头 这是呢 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的北市的竞选总主委 陈时中他接受了军访 他军访的时候他就说蓝白支持度勿为必是一加一哦 他还说柯文哲张流失部分的支持者 仔细再算一下就知道其实根本划不来 不过前立委郭正亮认为 柯文哲的票其实不容易转移 不过说服自己人会相对比较容易 而这一部分的工作 并没有像陈时中讲的这么的困难 我倒认为柯文哲要说服自己人比较容易 是哦 不因为柯文哲的票真的不容易转移给候选人 这个你只要问他们选议员的人你就知道 就是就真的是冲着他来的 不他当然要讲一个理由啦 他就想说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跟国民党合作 我是假设他赢啊 那他要说服当然有机会啊 因为我会赢啊 他的支持者光是想到柯文哲有可能当总统 大概就通通都过来投了 那如果输了呢还是继续支持 如果输了他就要 因为那个就表示蓝白核有一个方案嘛 那柯文哲输了他会得到别的嘛 那他当然要去跟支持者说啊 比如说我们会当哪些部长 那我们可以执行我们的理想 这个一定要他自己去说啦 别人说真的没有用 我认为这个部分的工作没有像陈时中讲的那么困难 重点是那个蓝白核的过程 是不是真的会开花结果啦 就是让民众党比较没有话说 比如说有没有民调嘛 我坦白说啊 如果照黄珊珊跟金谷冲那个接触的feel啦 这直觉告诉我 现在两边事实上不是积极在谈结果 而是两边积极的在想这件事到时候破局 要怎么下台 不要落到我身上 坦白讲这个叫做看谁卸则卸得比较漂亮 现在就会变成这样 我没有看到积极成局的因素存在嘛 蓝白核 现在呢 算是有个相对重大一个进展 金谷冲黄深山确定 要在10月14号 马上就要见面展开幕僚作业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就说 他已经邀请了高雄市的前市长韩国瑜 担任副主席 而且要扮演统酷的一个角色 已经讨论好几个月 他说还是韩国瑜主动提起 而自己则是一直跟柯文哲都有密切的联系 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合作 而且任何私心都不允许 朱立伦一直跟这个柯主席都保持联系 我们也都有接触 我们都有沟通 那我想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往 一定要合 必须要合这个目标来努力 任何想要破坏这个合作的 或破坏这样团结的 任何的私心都不容许 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主席但他说幕僚会好像民众男人主张 说也要公开直播 会不会这样好像也不太是 这些细节我不予讨论 尊重金子警长跟 黄珊珊总干事的一些决定 但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 就是要往大家民众主流民意 60%以上民意共同主张的希望蓝白要合作 那这个蓝白核是一个主要的目标 任何破坏这样主要目标 或者是不让这样合作的都不容许于主流民意 不容许于大众的意见 这个韩市长 他是国民党很重要的成员 有关他担任副主席的事情 其实已经我跟他之间已经讨论了几个月了 其实是几个月前 一些朋友给他的建议 他主动跟我提到这件事情 我当然是很乐意韩市长来协助党务 同时也非常欢迎他一起来担任Tanko 来协助蓝白核这件事情 但是后来因为他出国的情况 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们这中间虽然有谈过两次 但是都是要等到他一些国外的行程完成 所以这一天他会做最后的决定 但是不管是任何的角色 我相信能够担任副主席 就是能够一起来协助党的工作 一起来协助蓝白核的工作 我想是很重要的 那即便韩市长有任何的考量 他都是我们重要的成员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接受了中式庶民大头家主持人哈远宜 访问时他承诺当选总统之后 将在最高检察署成立特征组 而且还给出时长 半年之内就会完长 要清查的是什么呢 包含了是高端 瑞电等等的问题 而且他也承诺一年之内 会给出给人民清楚的交代 我是办案出身的 办了将近三十年的重大刑案 所以办案对我来讲 是非常熟悉的 这一个案子如何成案 如何把它办到所有的案子 很清楚的对人民的交代 这我一定很严重的 所以我上任以后 半年内我会成立特尊子 由最高检察署我们开始用专业分工分组 针对人民最关心的关山锅节的弊案 我们一个一个查 比如说高端要不要查 弹的弊案要不要查 力电要不要查 还有在这段时间里面 大家对民进党里面 当时的疫情除了高端以外 还有很多的公司 小吃店可以带你快筛记的 这些问题 我一个一个成立专案小组 然后调集各地检署的检察官 权力之内这个案子 好好的查 我们希望我上任半年里面 就能够成立 然后分案就积极的一个一个查 我很希望能够快速的半年成立 希望在半年以后 能够有一个成果出来 所以半年之内就会成立特征组 然后再过半年 也就是一年之内 希望一个一个都能够 对人民有一个很清楚的交代 要办就办得更快的 办得更清楚的 让后面的人 这样不像这样乱目嘛 对 我最不喜欢这个 我出来写止只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国家安全 是有了一世人要过的 以前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 现在是涉及到国家安全 是两千三百万人的生命 我要站出来保护 为国家奉献 蓝白河议题始终没有取得共识 对于谁占谁富 中广董事长赵少康 昨天提出60%民调40%政党实力 来做一个决定 我对此民众党团今天做出了最新的回应 他们认为说所谓的政党实力 这块要如何去炼化呢 他们认为最适合的方式就是辩论跟民调相对科学 有依据也能够让双方支持者能够信服 透过民调跟辩论 让更多选民能够看清楚 我蓝白会前会10月14号马上即将要登场 究竟胡客双方会不会有共识呢 立委李贵敏认为 10月底前绝对不会有具体合作的方案 因为第一次谈判就是要先试探对方的一个底线 才开始评估合作的可能 而这就是布局整合前的一个衔接动作 如果很坦白地讲 你讲说10月底的时候 是不是蓝白和已经有具体的合作的方案 其实我可以很恳切地跟大家讲 绝对不会有啦 为什么呢 因为回到它是最后的一分钟 好 现在提出来的 各党提出来的 其实都是各党认为他提出来的部分 是对他有利的 这很正常 所以你有没有可能说第一次两边谈 他就能够对于架构的部分有共识呢 不会 可以跟大家报告的是说 通常来讲前面的会议都在探各自的底线 其实就在谈判当中来讲 其实非常常见 所以你要讲说 不管是现在14号也好 或者接下来的这个会议的部分 其实都是在试探彼此的底线 然后内部再会去评估说 我们有没有可能真正的合作 万一没有办法合作的话 我应该要采取什么 所以这个全部都是你布局的前面的一个前接的动作 对于这个黄珊的有一个部分呢 其实我必须要很坦白讲 我觉得不是分赃啦 你今天谈的东西 如果是让对的人坐在对的位置上面 怎么会是分赃呢 你分赃是说 让不对的人坐在专业的位置上面 就像我们今天看到 今天为什么下架民进党是共识 就是因为不专业的人坐在专业的位置上 然后除了编预算大撒币之外呢 其他只会把时间拖掉 然后用假讯息去洗老百姓的脑 结果最终呢 连官员的脑都被洗了 他都以为那些假讯息是真的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 如果今天蓝白盒提出来的方案 不要期待10月14号会有方案是大家都接受出来 它是不会发生的 可是如果这个方案呢 以谈判的 我觉得这些的参与谈判的人 对于中华民国来讲呢 他都有他的一个职责 为什么 你不是为了自己 你是为了中华民国的存续 是为了明年的选举 能够确实的下架民党 你的智慧跟你的思维逻辑 跟你怎么样子去解决 去把一个跟你不同的政党 能够跟你合作 这个才是最重要 而且我觉得它有历史的定位 它比谁是候选人 我觉得更重要 太阳新全校客废 客废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新全校客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客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锐行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天的国际研究证实 客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新全校客废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后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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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